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谁是Black呢?请看一条角那张有点犀利有点帅的照片,它就是Black 希望大家记住它哦 好,上节课我们把PGP博客系统进行了细化和拆分 拆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模块 登录模块,发体模块,还有评论模块 又把这三个模块又进行了细分和拆解 我相信通过上节课,同学们对PGP博客系统应该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好,那我们这节课讲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讲开发环境的搭建 好,首先我让同学们看一下我这边开发环境使用的软件的版本 PHP 5.5,Mansaco 5.6,Smarting 3.1,开发环境是WAMP 使用的开发工具是SubLamtex3 这边我要提嘴啊,同学们,有些同学可能会用的是Eclipse 可能用的是Netbeams,可能是PGPStone 这些重量级的开发编辑器吧 我建议作为初学者啊,最好不要使用这种太重量的编辑器 因为呢,它这样的编辑器它又有语法检测,又有语法提示 当然对我们学习的时候,对初级学者记录一些函数和一些语法 是不是有很好的帮助吧 因为它太多的自动提示了 我也建议同学们使用比较轻量级的 比如说Eddy Plus啊,还有像我使用这个编辑器 当然同学们如果觉得重量级的话好用一些 其实也可以用 但是我建议同学们使用比较轻量级的来练手 等到有一定的熟练程度的时候使用什么编辑器都是一样的 好,下面这个同学们请看一下,记一下 请把这东西下载下来 这个是使用的HTML模板的地址 这是我老师的一个百度盘 请大家把它下载下来 以后我们在那个讲解过程中都是要用的 好,讲完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东西可能会发现 老师啊,老师啊,我的PHP版本号跟你的不太一样 MineScore也不一样 怎么办呀,是不是要升级 我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在这个工作中 可能每个公司中的版本都不一样 有的高有的低 可能每台服务器都不一样 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们都是去升级吗 可能有的时候一下升级几百台服务器 几十台服务器成本太高 而且很危险 所以呢,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应该怎么做呢 尽量使用一些没有版本冲突的函数和方法 所以老师在开发过程中 也会尽量减少使用有版本冲突的方法 所以同学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好,讲完这件事情了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搭建环境的第一步 第一步做什么 创建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 有的同学说为什么第一步创建数据库呢 也就是个人习惯吧 你也可以最后一步把环境搭好再创建数据库 都可以啊,没有固定的顺序 好,我来讲一下 WAN服务器下怎么创建数据库 好,这是我的WAN服务器 点击一下它的PAP曼鹅的命 点开它 看啊,这里有个new啊 见闻之意 怎么说呢 有些同学可能学程序的时候觉得 老师啊,我的英文学的不好 所有理科学生英文好的确实也很少 怎么办呢 这学程序会不会影响我们啊 其实也无所谓 英文嘛,确实挺难学 但是呢,在程序使用的英文 其实也就那么多 是,也就那么 最多也有1000个吧 同学们只要把它记住了 那以后开发程序 看英文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闲话不多说 我们点击下这个new看一下 好,这个地方很简单啊 你看数据库啊 新建数据库名,这都是汉语的 如果不是汉语的 我相信同学们应该也能理解啊 这都是很简单的 肯定有一个create这个字段啊 好,我们现在讲 这是数据库名 好,然后这是排序规则 我们数据库名起个什么呢 我起个block 有些同学觉得 起block不好听啊 起个别的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讲一下啊 这个创建这个 数据库啊 或者写类啊 或者命名啊 最好是能让别人直接看懂啊 跟自己的业务线 业务逻辑比较相符的一个名字啊 不要胡奇 你这不能起一个 比如说test吧 这样不合适吧 别人看也不知道这干啥呢 那起个blog的话 更想更高的层次追求 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这个计算机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啊 就是它其实它只支持英文数和一些数字 也就是IC克马它所支持的那些东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计算机越来越普及了 然后发现很多计算机没法显示 就是比如说汉字啊 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的语言都没法显示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来一种一种想法 就是使用一种能让计算机存储所有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一种编码 编码形式 这个编码形式叫什么 unicode unicode它能把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和文字 还有符号全部放进它的编码形式里来 这个时候啊 就是计算机就可以存储全世界的语言和显示全世界的语言了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也挺致命的 你比如说中国人 中国人在使用这个字符集的时候 他肯定就是大部分使用 就是中文和一些英文 还有部分的一些符号 他不可能全用 但是这个字符集就太大 太大呢 可能就是说怎么理解呢 前100万啊 前面100万显示都是一些我们不需要用的一些字符 我们中文呢给放到 比如说100万以后了 就是说前面那么大一段 我没法不需要用 我没法把我们放的这么厚 我们用起来很麻烦 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我们根据各个方面 根据各个语言的语系 我们又把这个unicode的编码规则进行了调整 就是把我们汉语的顺序提了一些 比如说英文 英文先是unicode的前面一段是英文 然后是一些数学符号 然后就是中文 还是把他们中文的优先级往前提了 所以说UTI版有这么多版本啊 每个地方用都不太一样 好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就行了 具体呢 同学们想再知道更多的细节啊 请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去学习一下 这也就不多讲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点创建就可以了 老师这边已经建好了 所以我也就不再去点创建了 同学们可以点创建 好创建完数据库我们该怎么办了 建表吗 不 我们先不建表 我们先把库建好就行了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分析具体的逻辑 我们建表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讲 其他环境的搭建 现在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HP博客系统的这个代码层次 怎么放 这个很重要 这非常重要 来 这就是我们这边博客系统的一个代码层次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层次 这个层次是什么呢 这个层次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MVC 这个层次很多面试官都会问 你用过MVC吧 MVC是什么 同学们不要被他吓到 不就是一个感觉很简写很高端的词 其实我们在开发过程度已经用到了 具体MVC是什么 同学们自己下去查一下 老师在这里就不讲了 MVC具体是什么含义 好我们先讲一下各个层次的意思 比如Action层 Action层不是不能叫层吗 Action文件夹 我们来看Action文件夹 Action文件夹在老师一边 让他做什么 做页面展示 这个里面只做页面展示的逻辑 只做页面展示的逻辑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道 道层是干什么 道层是干什么 道层就是数据固操作 这个lib就是存放一些公用的方法 lib或者一些配置文件 公用的方法 好model model就是执行一些逻辑的地方 执行逻辑 template的建名之一 template就是存放模板的地方 好他们里的c呢 他们里的c这个东西要给大家说一嘴 他们里的c就是smarty的编译后的模板 如果有个同学在lamp下开发的话 就是说在linux下开发的时候 需要把template的c的权限进行修改 改成77就可以了 改成77就可以了 不然可能你在开发过程中会发现这个目录没有权限 template的c老是在这里就不写了 同学们把这个地方大概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了这个层次 具体看一下这个层次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里头进行一次细化的讲解 进行一次细化的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首先这里面有个index.ppl 我们打开看一下怎么回事 看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是怎么写的 具体看一下 这里定义了一个常量 din 这din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前文件所在的目录的绝对路径 当前目录的绝对路径 同学们可以自己试试打印一下 看到的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他调了一个run方法 这方法是干嘛的 这个方法get一个action参数 然后拼一个action fail 像这个dnar拼上这个 把人家手这么大写 然后坠上这些东西 如果这个不存在 那么我们就报一个错 action arrow 直接把它带掉 如果存在requare进来 然后把它拗出来 然后掉它的action方法 掉它action方法 掉什么action呢 我们来看一下action里面有啥 action里面有个index action index action 那我们试一下怎么掉 我们试一下 我们来感觉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是localhost 你看blockindex 现在点开这个 这个时候是action arrow 为什么action arrow呢 因为它什么也没有 那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访问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时候 让用户访问成这样的地址的话 会不会很奇怪 那我们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 怎么改 在这儿改就行了 看着啊 同学们 这样改action等于 如果它是空的话 如果它是空的action 如果它是空的action 如果它是空的 把这个飞去掉 如果它是空的 那么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index 它等于index 如果它不是空的 那么它又等于它自己 那么就不做改变 对吧 来看一下 现在改按这种效果是什么样 你发现它这时候有打印 有打印 有打印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为什么是这样打印 来看一下 我们点开index action 这个action没有打印 为什么出现打印 这很奇怪 但是它这个地方又引入了一个index model 又引入了一个action base 我们应该怎么看 我们先看action base 如果你发现一个文件有打印 但是它在自己的这个子里面没有 我建议同学们去看看它的负类是怎么回事 它继承了一个action base 我们看看action base怎么写的 action base action base很简单 两个公共的属性 一个needlogin 一个tpl tpl 我们等会儿再讲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里面还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构造方法 一个是checklogin 这个构造方法干了件什么事 如果这个needlogin等于1 那么我就调checklogin 然后输出一个login 这个log老师写错了 写成login了 应该不对 应该这样改login 好 这个时候同学们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咱们结合这个印带来看 就是说 当它有一个这样的属性的时候 有这么这样 needlogin等于1这个属性的时候 我们就调一个checklogin 就调它是否检测它是否登录 这个地方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 我可以写无数的action action只要继承了action base这个类 然后把它的needlogin 置为1 那么就直接就可以调checklogin了 我不需要再去写了 我也不需要去关注了 这就是面向对象继承的一个很大的帮助 同学们可以把这理解一下 可能初学者对面向对象的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入 希望同学们自己去想一想这里面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看indexaction 它这里面有一个action 我们说过了 这个action里面主要是做什么呢 主要是做什么 同学们刚想一想主要是做什么的 老师刚刚刚讲过了 这是做什么 页面展示的 页面展示 那现在同学们看这个地方 我很奇怪 没有做页面展示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写完 我们应该怎么再往下做呢 我们这里面做页面展示的一个辅助软件什么 smarty 因为我们用smarty来做演示 smarty怎么用 老师在这里给你们做一次演入 好 我们现在先找到我把smarty放在哪 我把smarty放在哪了 我把smarty放在哪了 我记得好像应该在这吧 我们看一下 在block的瓶颈目我不在 那就在www下 这不是我的smarty在这 我们smarty 我把smarty放在这了 下载完以后就放在这 那smarty怎么去用呢 同学们看到这个 当然下载好奇怪 我也看到有个英文 我怎么用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demo 很多知名的软件 它都会附带一个demo 我们去看看demo是怎么回事 怎么用的 好我看demo里面有一个index.php 我们正在找它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demo 它demo I写的很简单 就是引入一个文件 然后再把它拗出来 拗出来要干什么事 拗出来 这前面大家可以先不看 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displayindex.tpl 这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在渲染模板 展示模板 好 那我们既然看到有这个demo 我们自己模拟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们试试写一下 但是我们在哪里引入呢 我们在哪里引入 刚才我们刚才大概讲了抽象 不是抽象 我们讲了full类这个东西 full类继承等等 我们应该把它写到full类 对不对 同学们写到full类以后 我们只需要写一次 子类怎么都可以用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recur进来 这个时候recur进来的时候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绝对路径 一种相对路径 在这里老师准备使用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它有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在于什么 就是我smarty 不对不是我的smarty 我把这个环境打包 打包以后 然后发给别人 别人打开就可以用 不需要再去调路径了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不能说一个东西 它绝对是优的 它可能还有它的缺点 你比如说 这种 你比如说如果我这个smarty 放的不是放在这 我是放在另外一个目录 比如说放在C盘 或者放在E盘 放在E盘 这个时候我们相对路径 就非常的难写 但是在Linux可以写 Linux可以写 但是在Linux写起来很复杂 很复杂 写出来也很奇怪 这个时候绝对路径的优点 就出来了 绝对路径就出来了 因为在企业级开发的时候 他们的软件 他们的软件的部署路径 都是相对固定的 是一套 一套软件都是 比如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服务器的 一个软件装的一个程序 一点 所有都装好了 所有路径都差不多 这个时候 最好使用绝对路径 这个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具体要怎么看 我可以这么理解 在项目内的东西 我们使用相对路径 如果包含项目外的东西 比如包含一些系统级的东西 我比较建议是包含绝对路径的东西 还是要看具体的业务路 业务线逻辑 还有公司它的具体的配置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现在包一下它 包一下它 我们怎么包它 我们怎么包它 首先我们要明确 首先要我明确 我们这个文件在哪 在这儿 我们这样一层一层写 是不是就直接就好呢 其实也可以这么写 但是你记住 我们刚才做了一件什么事 我们定义了一个DR 我们定义了一个DR 这个DR是什么 DR就到了博克这层路径 到了博克这个路径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 它这个在哪 它这个在哪 我们看应该怎么包 应该怎么包 应该包了Lips下的 smarty.class.php 我们也这样包 我们找到先找到它这个文件在哪 先找到它这文件在哪 我们找到文件在哪 好 我们找到文件 文件在这儿 文件在这儿 文件在地盘 smarty下的Lips 那smarty跟谁评级 smarty跟谁评级 我们看smarty跟blog评级 smartyblog评级 我们找到smarty跟blog评级 那个文件在哪 smarty跟blog评级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这个要干什么 要退格对不对 要退一格 退一格 退一格 就是往前回一格 回一格到哪 回一格就到这层目录 这层目录我们干什么 那包到smarty smarty 包到smarty smarty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smarty下的什么 smartylibs 对不对 libs libs 然后下的什么 我们看看index怎么写 看它的index.php怎么写 在这 包它在这个 对不对 我们把它复制管就可以了 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model base 然后model base 不是model base 是嗯 那个文件哪去了 acron base 对在这儿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哎这个时候报错了啊 没有找到这个 没有找到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呢 写的有问题 不应该这样写 应该这样写 这样写 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哎 看没有问题 同学们啊 啊 这里我提两点啊 啊 像这种这个文件分格服啊 是linux下的分格服啊 Windows下也支持 我们在Windows下开发啊 使用哪种文件分格服都可以 但是我建议统一使用linux下的文件分格服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呢 那个程序都是都是搭载linux下的啊 如果我们要使用了windows下的换行服 那麻烦大了 我们改很多东西了 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linux下那个windows下的换行服啊 在语言里有一个这个的意思 一个转印的意思啊 咱们在这里折腾起来特别麻烦 如果使用双眼团来包它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的路径会不会转的乱七八糟 好 咱们现在就不说这个 然后再说一个事情啊 同学们可要理解一下 在pvp有几种引入文件的方式啊 一个是require once 对吧 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 同学们 还有include once include once include once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还有require 对吧 还有include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 有一个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那么多种啊 同学们自己去理解一下啊 自己去查一下 这个是php里非常基础的东西啊 每次面试几乎都会问到 几乎都会问到 虽然说这里面啊 包含的东西可能很很基础 但是你要很优秀的使用这个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我敢 我是这么说 老师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确实也不能很清楚的理解 这个东西到底用的 对不对啊 合不合理 但是同学 希望同学们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啊 去去去去去明白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接着往下讲 我把它包下来 包进来以后怎么办啊 我们接着看 我们看那个demo啊 我们按着demo学它 怎么写 我们写 这里有个new的smarting啊 好 把他扭出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扭啊 我们把它放在哪里扭啊 我们把它放在哪里扭啊 这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东西 我想把它放在这里扭 我想把它放在这里扭 放在这里扭 有些人就会说放在这里扭 不合适啊 放在这里扭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同学可以想一下 自己想一想 动脑子 开动脑子想一想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想 有些同学很聪明啊 可能想到了啊 这个东西其实也很简单 怎么理解啊 就是我每掉一次index action啊 都会去实力化这个坑 都会实力化这个类对不对 这个类实力化是会掉什么 会掉constructor 也就是我每掉一次啊 我都要去new一下smart 每掉一次都要new一下smart 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啊 我没有必要去开销这么多 这么多这个资源去干这件事 因为这是 因为我们只需要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呢 同学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如果不放在这里 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到底是怎么解决我 我觉得同学们可以自己看脑子去想一想 这有个非常经典的方法 去解决这种问题啊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我把它new出来 new出来 new 然后这个tpl这时候是干什么的啊 这个tpl就是template的卷写啊 我们把它这个时候就用了它了 然后this tpl 等于呢 等于newsmarty newsmarty 好的 我们就把它new出来了 new出来以后啊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写程序的时候啊 可就一步一刷新 一步一调试啊 这是很有必要的啊 有些人喜欢他全部写完再调试啊 但是我建议新手的开发过程中是写一步调试一下 不然可能你哪当写错了 你都不知道在哪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怎么用啊 具体怎么用在这里头啊 我们怎么用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它啊 就是说它 哎它display display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好 我们现在就按照它的写法啊 我们再display一个看 好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复制过来 当然我们这边不叫这个 我们叫this下的啊 this就是这个类 这个负类下的一个属性啊 一个属性什么属性呢 一个tpl这个属性啊 它display一个index tpl 好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啊 我们去跟tami的下看啊 tami的下看我们是index.html 如果我们改成html好不好啊 哎 我们试一下 看看我们能不能展示出来 这东西所有的程序都是在写写事实 写写事实 试试改改的过程中啊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报错了啊 它报错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这个东西是有语法错误的 有语法错误 有smarty的语法错误 哎 这个时候啊 其实我等准备等会讲的 没想到这里报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去看一下这index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面是他说的是这一行 这一行 这一行有个大呼号 大呼号 这个大呼号是smarty 默认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接参数的啊 或者说是一个默认的smarty 所独有的一个符号吧 别的语言不许占用啊 别的语言不许占用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加上随后必须要占用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可能说把加上词课改了 但smarty很很贴心的 帮我们想到这个问题 怎么继续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去看看smarty 它里面怎么写的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看圆码 看看圆码 看圆码 看这里能不能直接打开 直接打开不了 那我们找到文件夹 找到文件夹 然后找到smarty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有很多的属性啊 它里面有很多的属性 我们找到它那个大呼号的那个定件啊 其实它其实是怎么写的 是比如说叫lite 比较write吧 write write 然后看到了这两个属性啊 这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干什么 这两个属性就是定义 它是拿什么来进行这个参数的接收啊 标识smarty的开始啊 结束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两个属性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改一下 我们怎么改啊 这样回到那个flate去 回到flate去 flate在哪啊 action base 这就是flate啊 老师演化了 好 我们把它怎么改啊 我们这样改 我们把它这样改 然后 等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刚才我们复制了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 我们改的是什么啊 这是left left就是左边的意思啊 左边的意思 左边我们就这个 然后我们改成这样 然后我们把右边 我们复制一下 这样写起来会比较快啊 同学们可能可以不用这么偷懒啊 老师可能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然后我们改成right 好 我们把它改完了 改完以后 改完以后 我们看看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有没有问题啊 会不会再报语法错误 应该发现没有报任何语法错误啊 正常了 正常 当然这个页面本质上不是那么难看啊 可能还很多东西没有包进来 比如说一些CSS样式 它没有加载进来啊 为什么没有加载进来 我们一会儿再看啊 啊 好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讲这个smarting 这个时候它已经把模板渲染好了 对不对 哎 但是同学们看啊 它demo写的是 是是是是那个是index tpl 我们这写index htm好不好 可以 它这个里面其实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什么什么后缀名 其实对它影响意义 就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意义 然后呢 那我们为什么要就是它为什么要使用tpl这个后缀呢 或者是现在我们也准备把它改成tpl的后缀了 这就是来区分它到底是什么文件啊 是一个净态的页面啊 还是一个tpl模板啊 所以说我建议我们也准备把它改成这个这个tpl的这个名字啊 这是一个个人习惯问题 你也可以叫别的啊 比如叫点t也可以 这是个人的个人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样对应的改成tpl 好我们把它改成tpl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哎还是一样对吧 然后那么我们接着看demo里怎么写的啊 接着看demo里怎么写的 demo在哪呢 demo在这 好demo里还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是传参数用的啊 我们需要把一些参数传过去 然后展示在页面上 好那我们随便找一个出来 我把它复制出来啊 就复这个最短的 然后我们找到找到我们的index action 好这个一定要写在它前头啊 不然没有用啊 然后我们展示我们起个什么呢 我们起一个test吧 然后test输入一个什么呢 输入一个black 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展示呢 这个时候我们找到对应的模板 然后呢我们smatch找一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php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加上 我们刚才记得同学们怎么写的吗 就是两个大括号对吧 两个这样子 然后怎么写啊 怎么写记住啊 一定是dollar服下的test 对吧 我觉得我就默认觉得同学们都知道smarty大概的具体的语法了 如果不知道同学们自己查smarty的帮助文档 帮助文档是帮助程序员们 程序员们去快速了解一个东西怎么使用的 非常好的东西 希望同学们自己学会使用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 发现这个时候 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 我们看一下 就是再牛逼的程序员他也会报错 你看看black在写的时候 不停也会出现问题 大家也不要笑我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问题一下很了然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他不应该这样写 他应该这样写对不对 好我们就把它复制成这样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没有问题 看到没有 把它传过来显示到black 这个时候通过smarty我们就把这个什么 htm代码和php进行的拆分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参数传到这个htm里来 对吧 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在开发php的过程中 前端或者优异同学可以去写他的htm 他买了对咱们没有影响 可以很好的分工 好action作用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那好我们现在看看action怎么跟modal层进行联动 我们看一下 好他这里包了一个index model 我们来看看index model 哎index model 应该那么会这两个空方法 好奇怪好奇怪两个空方法 哎他寄成了一个modal base 寄成modal base又是寄成 同学不要怕寄成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去看一看他就知道怎么回事 好我们点开 然后发现他里面又有两个 哎呀两个公开的属性 然后两个抽象的方法 哎他这个类也抽象的 同学们要记住 有抽象方法类肯定是抽象类啊 这个我相信你们在学pvp的时候 可能老师也给你们讲过 好他有个执行器 然后有getparis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具体他为什么这么写啊 为什么这么写这么写的意义何在啊 他这个checkparis 就是刚才你在index模里看到的那个东西啊 这个preforms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检测参数 这里是执行逻辑 然后呢它到底怎么被调用呢 这就是getrealt是这么调用的啊 这么调用的 好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getparis 这是干什么啊 这是接收参数 getparis的逻辑我们看一下啊 getparis的这个paris等于request request的什么意思啊 request就是说get和post它都接啊 它所有参数都在这里头 getandpost啊 getandpost啊 然后呢把它 然后一个array等于 等于array 然后呢这个东西 php它是一个不需要初始化的 初始化参数的一个语言啊 它是个弱类型的语言 但是呢我们在写的过程中最好是能这样子的初始化一下 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对别人读取这个这个逻辑的时候也比较好看啊 就是说突然看这个array是干什么呢 array是一个是一个array类型啊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好这里面有个循环 循环干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循环一下 它附给了这个array 有一个unsafe和save啊 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不安全啊 这个是不安全 不安全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为什么这样搞 是不是多词一句啊 同学们啊 同学们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 希望同学们把这事情记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窍门啊 就是用户的这个输入啊 其实默认的在我们理解都是不安全的 所有的circle注入和XN3S攻击 都是从这些不安全的参数里来的 我们做这个参数的目的是干什么 为什么有一个unsafe 一个save啊 就是你在使用这些参数的时候 你会这样写unsafeXXXX什么 或者是save什么什么 这时候用的过程 它就会提醒你这个参数 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会提醒你一下 不会像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 随便使用一个参数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用了 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 也懒得看代码了 这时候能很好地避免这种问题 好 那我们接着看啊 我们看indexmodel 那也看indexmodel 它这有一个这个方法和一个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面是先掉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在这个flate里 然后掉什么 检测参数 然后再掉什么 执行逻辑 好 那现在其实它应该走到这里头 毕竟也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 对不对 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先打印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走到这 我们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这种写这种一边写一边调试的方法 其实是工作中大家都会有的 来我们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肯定没有对吧 因为index action没有掉到这里 那我们index action怎么写 好 我们把它new出来 byindexmodel等于new indexmodel 好 然后indexmodel 然后掉什么 掉那个 掉什么 就掉刚才那个get result 掉它 然后我看看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反应 它这里输出了一个I'm here 意思就是到那 就到哪 到哪 到这 到这个地方 看一大什么 到这了 到这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 负类的属性到底有什么用 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是个空的 什么也没有 这什么我们确实没有传参数 我们现在传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这样 这个时候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类型的一个数组 它就看unsafe等于actionindex save actionindex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 怎么用这个参数 怎么用参数 肯定是这样子对吧 对吧 同学们 这样理解 对吧 save或者是unsafe 对不对 save 然后然后什么 action 对不对 这个时候用的时候 是不是很了然 知道这个参数是安全的 这个参数 如果或者是不安全 对吧 这个时候 我们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应该是在这里写 我们的执行逻辑 这里写什么 这里写参数检测 这个逻辑都要分得很清楚 不能在里面随便乱写 然后今天老师就讲到model这一层了 道层和利部层 这是在我们以后的开发过程中 老师会慢慢的涉及到的 会给大家一起讲 既既既既既然我们讲完了这个东西 同学们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 觉得这个我老师讲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写 还有什么地方逻辑不够完整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想 这节课以后 这节课下课以后 同学们再写代码的时候 最好自己去想一想 还有刚才老师提的那么几个问题 都去思考思考 然后再去把老师这些代码里 没有完善的东西去补齐 看看老师在下面的开发过程中 会补的东西和你的东西一不一样 这样的话 同学们可能会对这套东西 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看 有点帅有点犀利的Black 给大家分享PHP博客系统的开发环境搭建 好 下课